哈囉大家好我是潘焦瑞 我們今天要回到發發 因為我發現我的麥克風棒嗎 所以我再重新開頭一次 好啦我們今天來吧 今天只有我跟姨媽 沒問題我們就會小小的聊 因為茄媽出去玩了 所以現在就是 茄茄當家 真是 很 很乾的說呢 優好優壞 我覺得好熱 為什麼不開冷氣 現在要開廚師 開冷氣沒有用要開廚師 濕氣太重 所以現在其實 我覺得最麻煩的一個問題點就是因為 我現在要搬時間很晚 那廚師的話 如果都同時都在開廚師的話就又很熱 我覺得 那妳就客廳開廚師妳房間開冷氣 對啊 沒有啊我現在是我房間是開著廚師 就是我們家的冷氣是有廚師功能 所以我直接就是開廚師這樣 對啊對啊 沒有我的意思說那妳就客廳 客廳不是有冷氣嗎 因為怕夏天的那個電量爆表 可是應該還好吧 廚師就開一個小時就好啦 我後來發現 我家的廚師都要開兩個小時以上才會 有用 對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頂樓的問題 我想說那如果把妳的廚師機搬過來呢 已經用廚師機了 就是用廚師機 又用 空調的廚師功能 你要點 對啊我覺得還蠻 我其實在想 就是我們家之前就有這個問題 但不知道是不是今年特別明顯 就是因為是頂樓的關係 然後我們上面又是水泥 你知道上面就是平的 就我們家樓上那個 跟一整棟大樓的頂樓 其實 沒有多少空間 那個厚度也沒有很厚 上面如果破的話 其實會滲到我們家 對 之前才修過這個問題 好啦 OK Anyway 這是第一次真的夏天超熱 熱到就是我覺得回家以後 都是一個 汗一直流的概念 那個汗是止不住 超痛苦 沒辦法 那你說你開廚師或是你開了 其實他也不是立刻馬上就會好 你也是要給他一點俗間的 就啊 對啊 然後 然後我就現在就是 因為錢媽不在嘛 所以就開始來丟東西 我反而覺得越丟空間 感覺好像還沒有出來 可能是丟完還要再整理一波 然後可能要再丟一波 我先從最基本 基本就是一看 喔這個東西可以丟的那種 就把它先丟一丟 像我今天 就從我的房間一進門的那個角落 開始看 好 然後 我竟然看到有一個盒子 我想說 這是鞋盒耶 這是你網購 或是你去買鞋 如果你鞋盒沒有丟掉的話 他不是會給你一個盒子嗎 我想說 鞋盒 就想說 裡面會不會就是 因為我最常做一件事就是什麼 我拿A的盒子 然後可能拿去裝一大堆別的東西 對 然後我想 喔 我裝什麼呢 一打開 等等 這個是 這個鞋盒裡面裝的真的是鞋 真D鞋 真的是鞋 而且還是那種就是 帶那個鞋帶也包好好 然後那個紙也還在那種 因為不是就那種 有點像你拆禮物 它會有一張 會有個紙這樣把它再包起來嗎 連那張紙都還在喔 我就這樣 蛤 好新喔 超新 超新 而且其實 因為尤其它又是有點 有點皮的 其實通常都會擔心說有沒有掉皮的問題 但它也沒有 而且它還是氣墊鞋 哇 我就這樣 欸 欸 我看了它 然後它裡面還有我的訂購單 我就看了一下 喔 我知道我什麼時候買的 你還記得 你還記得我那個時候 我不是很喜歡靴子嗎 對啊 是我買第一雙靴子 不是我們下雨天然後你去救急然後幫我買第二雙靴子 是它的前身喔 它的前一雙那個靴子的時候買的喔 是否身體有點橘 我也覺得有點橘 而且重點是 欸幸好我的鞋碼沒有變 因為不是有的時候你可能 好變胖 你變胖的話你的鞋碼其實有可能會 會 會 會多一點這樣 對會多一點 但沒有 我就想喔 然後這是不幸中的大幸 對 而且重點是它還可以穿 然後我也剛剛穿了一下 嗯 還蠻舒服的 就是依舊是非常全新完好無缺的鞋 喔 快 棒棒 棒棒 它就是那種跟鞋啊 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為了上班的時候要 剛穿 所以才買那一雙 跟靴子一起買的 但我會 我就把它忘在角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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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笑欸 這真的是什麼 我自己的確有想說 欸我是不是應該要把那個靴子丟掉了 哇 我現在又多一雙鞋了 我的天哪 哇 快清 而且剛好我這個月裡要 去參加婚禮 蛤 那我剛好 就有一雙跟鞋 就可以不用 對啊 就可以不用賣鞋 對 因為本來靴子要丟 其實就代表 我可能又要再買另外一雙跟鞋 沒錯 蛤 那我又不用 不用花錢了欸 這算什麼 太好笑了 欸那你今天 你那個備注是發生什麼事啊 嗯 就是呢 他們在討論說 他們不是要出去玩了嗎 對啊對啊 然後他們就在說 那你們前一天 不知道乾脆就是 大家約約和和到通宵 然後 通宵之後再休息一下 就可以直接去 直接出門這樣 我非常不推進 哈哈哈哈 就是他們就是在這樣講啦 然後我說真的 他說蛤 真的假的之前會這樣做喔 然後我就開始看 那就是機場附近的酒吧 嗯 然後我看一看之後 我就說 蛤 原來酒吧 或者是那種 就是 它只會到 營業到兩點 兩點左右就會休息喔 我以為他們那種都會營業到四五點 沒有 他們到兩點多到三點左右就 就八了 對對對 就是就是一個 沒有去過的人 就就是會有一些 奇怪的幻想這樣 然後 所以我才看到 所以我就說 蛤 只營業到 兩點 差不多那附近都是兩點 這樣 然後遊戲還更早 可能十二點就休了這樣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 怎麼感覺好像有點弱 所以我不是 不是通常那個 四點多五點才會 才會收嗎 這樣 你說看日出嗎 不一定到看日出 可能它 可能它四 可能它五點半關門啊 然後 收 收拾 然後可能到六點這樣 六點下班 之類的 喔 沒有啦 其實通常就是 兩點多就差不多了 三點打烊 兩點都開始收 然後我就說 然後這樣酒吧看起來 感覺好弱喔 就是 就沒有辦法 在酒吧玩通宵那種感覺 然後 這時候 就旁邊就有人 就是 默默冒出一句 哇 那這樣的話 去吃海底撈還比較好 24小時 海底撈24小時嗎 就是他們那時候在講24小時 我是不清楚啦 我覺得海底撈沒有啊 來你現在Google 我現在沒了 海底撈沒有24小時 海底撈沒有24小時 還是以前有 也沒有過 喔 我不知道 反正他們就說海底撈 就是好像營業的時間更久 我說喔 是喔 就跟我 呃 海底撈的確營業的時間更晚 但是它有看電 喔 它營業到 等一下我看一下 營業到凌晨4點的海底撈耶 好可怕啊 大家為什麼晚上還在 沒有啊 沒事還是有可能啊 那個就是 上班上到比較晚的 夜班 就是夜班 可能你還是想吃火鍋 我那時候不是就 有一次不是說 我其實很希望就是像 就是刷刷鍋 可以有24小時的 是啊 就是像 像那種什麼 像前都那種個人鍋啊 如果可以有24小時的感覺 其實 也蠻不錯 因為你知道有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 欸突然想吃個火鍋 但是你 你真的是說是吃到飽嗎 我覺得倒不會 但是你會可能會想要吃 就是可能200塊那種 前都算算鍋那樣 那樣一套的 嗯哼 但是你真的要吃 其實大部分 大家 大部分那種火鍋店 可能就是 9點就打烊啦 或是 9點半啊 這沒有到 那種24小時 我就覺得有點可惜 可惜啊 而且現在冬天也是啊 我們家的 我們家的 以前附近的 前租有24小時 現在也沒了對不對 現在沒了 那天收起來了 唉 難過 那一間很夯夯到就是 就算是夏天 大家還是會在外面排隊 這是在晚上的用餐時間 那人還是很多呢 大家都是一個夏天進去 吹冷氣吃火鍋的幹呀 對阿 欸對耶 其實 火鍋 就是夏天吃火鍋 最早好像是只有台灣有 對不對 你說以前火鍋有季節性是不是 對阿 火鍋其實是季節性的阿 你不會在 你不會在 就是大熱天去吃鍋 嗯 台灣會有冷氣 可是你要想 對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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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會吃鍋 對岸會吃鍋的時間 一定就是冬季阿 一定是冬 冬天阿 一定是冬天阿 他們不會選在夏天 夏天那個就是 補到你就是流鼻血 然後他們又是乾熱 啊 對阿 你不會選在 你絕對不會選在 那個 就是 夏天吃鍋 可是現在後來慢慢 就是大家習慣 就是說反正有餐廳有冷氣有什麼的 然後又可能開始提供冰品阿什麼 火鍋以前是什麼 火鍋以前吃鍋就是羊肉爐阿 或是什麼 東北酸菜白肉鍋 那一種 那種就是 又暖 又熱 然後其實 有 有一些 以食物的 那個 屬性來說 可能又比較偏燥熱 你選在夏天吃 啊 真是不知道要補去哪裡餒 氣血旺盛喔 啊現在 現在我們這一輩 是比較不會有這個說法 我們這一輩就是 哎呀 不要怕 我沒有冷氣 我沒有 噴氣咧 吃就對了 吃就對了 還 還很照熱是不是 來 要空氣給你 吃幾條 對啊 夏天吃火鍋 已經應該說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鍋了 已經沒有再分季節性 現在還是分季節性的只剩下薑母鴨了吧 就是比較傳統的那一種 而且薑母鴨太補了 它 它又太燥又太補 所以 它們不太會在 它們不太會在夏天 你大概在那個 快入夏之前 你就會看到很多薑母鴨的點就會慢慢的 收起來了 現在好像只剩下它們 我有想說 我有過就是夏天的時候突然覺得我想吃醬母鴨 但是我就看到 嗯 大家都沒有開那 果然大家都沒有開那 好像滿正常 對啊 可是我 你不覺得嗎 那它們很厲害耶 那代表說 它們 就是 因為等於說 它們有可能要入秋 然後要開 已經變 已經 就是從 熱轉量以後 它們才會開店 但是代表說 它們一年 這樣等於算是做半年 它們就可以過了 就可以補另外半年 現在也不一定吧 也是說現在可能夏天就開不一樣 就跟冰店一樣 也是有可能啦 也是有可能啦 就跟冰店一樣啊 冰店之前不是也是就是說 開半 開半年吃一年嗎 對啊 對啊 現在好像 夏天是冰店 然後冬天的話就會 燒仙草 對 沒錯啦 現在沒辦法 沒有辦法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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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年記得吃啊 你要看今天老闆 今年老闆有沒有出來賣啊 它就是個小餐車 小攤販 會吧 會吧 不知道 看老闆 我昨天在看什麼 我看漫畫 然後它寫 它跳出了一個公告 它寫說 目前 目前 就是人數過多 系統附和不來 哈哈 好噗 我現在突然想不到 對 那我們 我們就定好要去吃那一間了 剛好定好啦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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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我就沒 就要 就是一天只能花 一百五了 欸 其實也不用到一百五 大概 一百一百一百二 我現在期待 我現在期待 你 你 最後的結果是 好的 如果過了 我就期待 有一頓飯可以吃 耶 不過那個前提是 你也要要去報到 喔對啦 但其實還 還很久耶 就是 到真正公佈 的話 但我 我先問 如果到時候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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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囉 就先去啊 你不做不知道啊 做了才知道 阿如果 上去 好像不是那麼的U 那就再出來啊 行啊 這不是 不是都是這樣嗎 這就是工作啊 沒有錯啊 但是至少要先去體驗一個月 然後拿一個月的薪水 對啊 我突然好有錢 我突然沒有錢 我說遊戲啦 我現實中也沒有錢 遊戲都嘛 很有錢 對啊 因為遊戲不用 不吃不喝不拉 對啊 你知道我曾經 我忘記 我忘記我曾經 玩過哪一個 NDS的遊戲 應該是NDS吧 還是 還是GBA的遊戲 哇 透露年齡 哇慘了 可是就是因為 Ivonne 他 就是還有其他兄弟 就是基本上 Ivonne Ivonne跟我是同 同界 對我們是同年同界嘛 然後可是 Ivonne是家裡最小的 所以你要想啊 哥哥們跟我們的年齡差距 你碰過那些其實蠻正常的啊 對啦 也是沒錯啦 也是沒錯啦 因為現在我就沒有機會碰過啊 因為等我開始 真的開始 玩 知道怎麼玩遊戲的時候 早就不是那個時代了 早就不是那邊 那個時候的 對啊 對啊 反正就是 我忘記 反正就是類似玩那種 就是農場經營養成的 嗯 然後呢 很奇怪的是 他就是 你知道 假設我們帶入新路股好了 番茄長青遊戲 好 我們的新路股 你是一進去 他是先給你一筆錢 嗯哼 跟你說 你要 你要在這邊買種子啊 要幹什麼的 對不對 對啊 然後 但是那個遊戲 不知道為什麼很hard call 一天還會扣你的 火石費 大概 可能 二十塊 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起初只有兩百塊 所以你只能活十天 他想說 不可能啊 因為你還是要買種子啊 然後種子又沒有 沒有那麼快收成 然後 我玩不到 一個禮拜我就餓死了 因為沒有錢 什麼 然後我就會走 他要怎麼活啊 兩百塊耶 那 那 蛤 那只有你這樣覺得嗎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就跟 我就問我哥啊 我哥說那是你笨啊 還是 他也有賺錢的方式跟我一樣 釣魚 就是 就是 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因為 也沒有新手教學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進去 他就跟你說 他就是把你所有的地方都介紹一輪 然後什麼有 就是 什麼 有牧場啊 然後有 那個 觸棚啊 然後還有 他就開始介紹村裡面的 就是各個設施啊 然後介紹完他就走掉了 嗯 然後我就不知道我要幹嘛了 然後我就只能先到處晃一晃 然後那天就扣了二十塊 然後就想說 啊就是這樣了 那這樣的話 這是不是代表我 既然是農夫 那我家去買種子啊 我說去買了種子 然後又扣了二十塊 然後我在租屋還沒發 發 就是 長到可以收成之前我就二十了 我不懂 這遊戲好難 這是什麼現實社會嗎 我覺得一定是你開局做錯了什麼 直接選到最Hardcore模式 對啊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 還是他也是那種 就是其實你 開局就要做任務 你做任務其實你就會知道你要怎麼做 但可能你 你沒有開啟任務你就是顯晃 也是有可能 可是可是可是我連 可是我連村莊裡面的人都碰不太到欸 我只碰到大廠店裡的人 超怪的 你會覺得很像另類的都市傳說 對啊 可是某部分來說 我現在跟所有的就是觀眾 或聽眾們大家說一下 但其實以Van來說 我一點都不意外 是因為因為 以Van會把東西都探索完以後 才開始去找人 這個 這個生物 也是啦 所以搞不好其實 你一開始你就經過他們 然後但你 你又對他們不屑一顧 我就覺得他們 我只當他們是背景這樣 對啊 我覺得你滿場的欸 你滿場把NPC當背景 你就是說 欸這邊有箱子欸 欸他家 他家裡沒有東西 你開過嗎 就 蛤什麼東西 為什麼你可以進去 就 我就 我就進去了 我就 進去啦 不是就開門 對著門按B 就可以進去了嗎 我覺得以Van開始對 NPC稍微 稍微比較 會感興趣 你開始願意結束 是從姨女遊戲 因為你一定會跟NPC接觸 必須的 必須 你必須跟NPC接觸 你每天 劇情在跑的 就是要跟NPC有互動 還不行沒有互動喔 你沒有互動 他還是會強迫你有互動喔 哇 這就是 乙女遊戲 沒錯 就算是你不喜歡那個角色 你還是為了 你還是會為了全CG 要跟他有步驟 對 沒有錯啦 講到乙女遊戲 好像應該要來看一下 要清單列表要買什麼 之前好像有說要買什麼 我是之前好像有跟你說 我要買什麼 我有跟你說 我想買什麼 他上市的嗎 還沒 還沒吧 好像還沒 啊 我有得忘記 我們又過了一天 我們又過了一天 耶 欸這代表 我們可以結束了 耶 哇 好奇怪喔 我們兩個這樣 好像講了什麼 又好像沒講什麼 很棒啊 讚啦 好啦 那我們 我們今天要先到這裡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感謝大家的陪伴 我是芬家瑞 我們有時候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的話 歡迎追蹤我們的群姐 歡迎訂閱我們的Youtube 歡迎Follow我們的IG 加入我們的DC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喔 如果想看我們玩 或是想分享 推薦給我們的遊戲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芬家瑞 我們有時候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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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